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hk 各位支持者 各位聽眾 各位網友 各位觀眾 大家好 今年2016年 我們唯有善眾善土 希望今年比去年好 其實這都是廢話來的 但我也在這裏 要代表myradio 多謝過去一年myradio的聽眾 網友 觀眾和支持者 特別是 有份給月費的朋友 對myradio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為大家發聲的平台 希望我們未來的日子 過得舒服一點 六八九就快點撲街 我們香港大家喜喜揚揚 如果六八九不撲街 就是我們撲街 大家如果不想撲街的話 就一定要詛咒這個六八九撲街 和千方百計令到他撲街 對這個邪惡的政權 大家只能夠選擇去推翻他 除非你甘願做信民 我希望2016年 推翻六八九這個邪惡政權 是會有些進展的 在這裏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合家平安 天天天藍 天天天藍 主持 主持 謝二方 沈四凱 宋景輝 錢建榮 好啦 今天齊腳 真是畫面的CripBud那四個名字都齊了 今天講些什麼,今天好像是慶合學 先講了一月二十九號團練飯 要先記住 先記住一月二十九號 一月二十九號 什麼團練飯 吳羅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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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像待會那些 會被人打的 有機會 是免費的 交台費最多的那十個 八個而已 吳羅正治 那兩個是不是你付錢 吳羅正治 交台費最多的八位是免費出席 就是免費邀請他出席 吳羅正治 一月二十九號 有人邀請的才好 吳羅正治 吳羅正治 要強調 有了 大家交支持費 在哪裏 少數 他不知道 乃 持晚飯 根據過往兩 lied 是頂好的 去年沒有空 中書表演 Fridays 很棒s 尖沙咀 青針紙可以 Assessment 好 我們要看通告 再被邀請 當然要先有邀請的,現在沒有邀請就走給人打 我們都沒有被邀請,你說那麼多話,你們倆都沒有理會 不要緊,不然我們先坐雞鵬,找個人進去,叫他再邀請我們就登記了 就是這樣說,說得出,先有這個飯局 大家先留意了 我們是不是被邀請,就不知道 但我們跟聽眾朋友說,教員費交得最多的8位 最重要的是交月費,沒錯,有公道的 我們的生存是要交月費的 那我們是不是被邀請,不重要 邀請很重要,不要亂說話 不邀請也不重要 不邀請就最多不去,不能去 那這個更重要,OK 那再跟著今天我們 我臨出發前,張三,我們三兄,有時都做客席主持的 張三,他說,喂,主要說說這件事 有一件事就是,最近在網上,尤其是台灣比較親綠的一個網站 就叫DPP,TPP,TPP 就說馬英九,馬英九有一個政策 可以大陸地區的人,譬如你對金融,專裁人士 就可以無限量來到台灣定居 好像不是 這個是DPP,DPP的講法 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是問題,這個政策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就是2009年 民國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是九九年 我先看看 馬英九當政 總之是陳水扁年代制定的 大陸的專裁人士可以透過專裁來台灣發展定居 兼且無限制,沒有數目 當時是沒有一個上限的數字定出來的 當時 馬英九一直都沒有再改那個政策 沒有修訂它 但是問題 現在就說,這個是馬英九做出來的 我們要澄清了 關馬英九什麼事呢? 總之家裡的狗不見了一條毛都是馬英九的事 上星期六都說過 這是原罪 現在浪費了 現在說什麼都沒用 所以張三兄又想我們澄清一下 如果有人看到這些消息 你搞清楚 這個政策並不是馬英九制定的 這個政策是陳水扁年代的 我所知 這個限制大陸專裁去台灣的話 在馬英九年代已經作出了限制的 好像是有一個居港年期 才讓你在那裡做的 就不能這樣直接去的 居港年期就是要經過香港了 即是外面 未必在香港 居留過一段期間才可以進去 所以我們就要澄清一下 這個跟香港無關 各位柯仔煎的專家 都聽清楚了 大家看看資料先 不要一說 又是馬英九賣台 又是馬英九親共 親共賣台就是陳水扁 即是到第二節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一些這樣的感受 很好笑 即是2016年最搞笑的三件事是什麼 好 我們另外提到一個 我題目都說了 一個叫做陳景勝的人物 我們上次說過了 因為還有一些後續 這個吳家產就向中央 即是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朱立倫 就提出 喂 我去香港就被這些 七八個黨工打 其實在說這麼大堆東西 一大堆廢話 又說自己怎麼忠貞 雖然不是國民黨的黨員 怎麼為中華民國打拼 朱立此理 最後我們被國民黨的黨工打 現在我們要求賠償 朱立倫 簡稱就是拗爛 還要在香港四大報章 登半版的道歉啟事 即是我發覺 新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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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做周星子的喜劇 完了 那是你媽媽陳景勝 給你什麼事 給你人賠償 你叫他被人騙 那是誰 陳景勝 我幹什麼的 賠償你媽媽 他是文人 喂 走完 那你也說了前因後果 OK 出了照片看看 原因就是 上個星期日 柱姐來 上個星期其實我也有約了一題 不過呢 今日你回來 這位是陳景勝先生,陳宮景勝 號稱什麼特務那些事,快點說 上次常常說我口口臭,這是假特務,真共匪 給我看第二張照片 這是在澳門的時候 回到錄音室先,不要見那麼多 見得多屌你,後來很多人爆血管 那件事是怎樣呢 大家見到處於日如三號來香港 因為他點你的名字 不是,這些不要說,去那個場地那裡 整晚那個場地,我們三條屍已見到 這傢伙在下面就走走滴滴 又拿一束花過來,又說要獻花給储姐 又說要跟储姐拍單人獨照 你老命說,喂,謝忠,人家不允許獻花 喂,你不允許人家拍獨照 為何你這麼懶惰專制 每一個晚會,每一次聚會,宴會 如果有重量級的嘉賓 不要說重量級,有政要 簡單一點,一般的嘉賓來說 我們場內的保安都不允許 與會的人士騷擾我們的嘉賓 更加儲姐今次是我們的VVIP 所以為了節目晚會得而順利進行 閒雜人等,我們都說了 就是這樣官方 即是不能夠接觸去騷擾別人 這個也是禮貌 那就是規矩來的 人家對偶像獻花 人家對演唱會也就是獻花 那問題呢,我不知道你有什麼企圖 你獻花,你說獻花 會不會拔一枝東西出來爆 即是這樣說,你要獻花,你都等我們安排 通知大會 這個叫莊閑,陳景勝 不是你說你要獻花就獻花 你要大會跟你安排 老實說,柱姐都是那天的中心人物 大家偶像 大家浪費二百元的餐券來到 都是為了賭柱姐的風彩 問題是,我們作為司儀 我們都沒有跟他單獨拍 是啊,我們都沒有這個權利 如果我在台上,我抓住柱姐 兩個人拍一張照片 下面會不會吵死鬼 是啊,宋政輝抱著人拍一張 這是劇情需要,劇情需要 做壞開頭 下面的人說,你們有特權 所以我們都盡量避免不拍 我拍到都是大合照 不會是兩個人單獨拍 因為都無謂讓下面的人說話 我不相信,我也很相信 整件事是怎樣呢 因為陳景勝我認識很多年 知道這個混蛋 就應該要死全家吃絕種來的 專門去踢場搞事 你有本事,無論所謂,我被你踢到 你現在踢到誰 我啊,四海哥啊,你踢到我 回到讀十年,二十年書 你還未來有什麼本事 要你了,好嗎 整件事,我們那天是記者會的 他們說說,有私人恩怨 多少啦 整件事,為什麼呢 最少是他騙我 你想想,在記者會的時候 阿輝哥在現場看到 那時候,你沒有進去 他在現場看到 他假裝記者進來 我當日沒有即時趕去 因為那間叫太平洋 那個登記地址是由堂一個屋苑的 本事 然後我不管他 他就隨便怎麼印出來 他去扮記者 我跟工作人員說 他不搞事,他搞事就趕 我已經趕了 因為我知道哪位是記者 大哥,我做了三十年 哪位是記者,走得過我對眼 都說你讀二十年書都不像記者 你真是沒用的 然後他在記者會上 就問一條搞事問題 人人都是問 柱姐,國民黨選舉怎麼看 你之後何衛何蟲都問這些 我又不是喔 他踢球就問他 柱姐,我來追你幾個月 為什麼我去到哪裡 你走到哪裡 這些是問題來的 垃圾 人渣 跟記者要問問題 然後我馬上學他 你這條叫質詢 我馬上說 我說這條是私人問題 我說柱姐你可以不用答 我跟著馬上趕去 我說我工作人員麻煩請他出去 因為他不是記者 當時已經很生氣了 想發為 但是這句說話說了之後 我們工作人員本來想動手 但是也惡於秩序 我們都沒有職場請他走 完了記者會之後 他才死死地走 當然 還有劉茂雄想湧入記者室 跟柱姐拍照 但是我們當時很多記者還在訪問 他就沒有機會入手 我們軟距 然後大會開始的時候 這條靈羊有兩圍桌坐著 劉茂雄給了兩千元坐著 聽說好像還沒給錢 這些不理 不是我們的法案 我相信專門大師 這樣多錢也沒所謂 跟著這個陳景勝 一而再再而生氣 不斷衝過那條境界線 人家主價值 那些嘉賓在那裡吃飯 你不要真的騷擾別人 老實說 這些真是最簡單的 你真的有沒有家教 第一 你坐家十幾年都學不到東西 真是你白坐了 跟著呢 聽說 我也是聽說 六到六陽傳 他每一圍桌 後來呢 收了兩百元 他還答應每一圍桌的嘉賓 你加入我們這圍 我帶你 因為我們問問洪秀署後援總會 這是真的 原來是真的 你只要跟陳 我就抓你跟樹姐拍張單獨照 所以他就急於無奈 那天為何經常騰騰騰騰入 日本手上左騰右騰 叫他的嘉賓 跟洪秀署拍張照 不不不不不 就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他答應了人 因為他說他安排了 也得到柱姐那個狠手 就是說 會跟他那兩圍的嘉賓 他的所謂嘉賓 就會單獨拍照 獨一拍照 就談幾句話 這樣 所以呢 變成他要交代 大哥拍不到照片 怎麼跟那兩圍人交代呢 所以必須要千方百計 想著接近柱姐 起碼把這個照片帶給他 陳景勝 我又教聰你 如果你對人作出這樣的交代 應該正確的做法 是甚麼呢 自己在倫敦酒樓 或者自己在大酒店那裡 開幾圍 任你怎麼說都可以 I'm go 他又弄了一個洪秀署後援總會 我在封信 在黨報公開信的時候 我跟他說 第一 你的總會下面有甚麼屬戶 大家不知道 第二 你的總會根本就沒有在政府註冊 這是非法組織來的 我們香港洪秀署後援總會有註冊 搞清楚 正正規規的 到第二天 這些就是 當晚 當晚就搞了 因為我們盡量阻了 第一晚他們都很怕 他打算用洪秀署後援總會的名義 就是接近柱姐 但是他又不知道主客的關係 他以為自己是大糕 縱使你是有這個總會 對 你買我飛 你買我飛來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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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客人 裝閑的 大哥 你不會買東西的嗎 等於八年前馬英九出來選的時候 都有九個馬英九的後會 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是誰搞就以那個為裝 對 譬如有一個要搞的 其他來參加 都是參加者 不是 你都不可以 你主客不分 不是 都說陳敬勝 陳敬松 你們兩個混蛋 有認識他 大家是朋友 跟他們兩個說 很歡迎他們搞過這樣的會 搞過這樣的活動 記住請我 一千塊我都要入場 但我一定搞事 行不行 當晚他接近柱姐不遂 當晚他已經跟那兩個人說 他說今天我們買不到 因為主辦單位問我們 明天他去澳門 我會過去 柱姐邀請他過去 他說 他說 這些就是招搖撞騙 沒錯 輝哥你真的很文采 招搖撞騙 偷騙拐騙 第二天就去澳門 我們上一集也有說過 但今集我們會說多一點點 當晚我們看到澳門的猛人 當日 雲國驅哥 在澳門有崩牙區之稱的一位商人 我們十二點半開始 但是驅哥十二點前已經到了 這是不足之客 我們沒有請他 主辦單位也沒有請他 以為是主辦單位請 我們最初以為是 後來我問原來主辦單位沒有請 驅哥的 驅哥說不請自來 為什麼不請自來呢 後來我問回 原來就是陳景勝叫驅哥 我們是洪秀署後援總會 驅哥你先上去吧 他上來 我們是洪秀署後援總會 那就是驅哥 我們看到驅哥當然是 與人為善的 也都以為主辦單位請他 我們就請他入座 還請坐主家席 有頭有面 那畢竟都是紅人 有一件事我真的要稱讚 驅哥 他真的 這些是什麼呢 即是叫做莊閑識芬 見關大公和 記不記得驅哥當日說什麼 他是獻花 他希望有這樣的節目 但是他講了一件事 我不懂得說話 你們三位師二代我講 這些是什麼 當時呢 我們都想叫他上來說幾句 這些是直接 不要了 我不懂得說話 這些就叫做武月祖代拋 這些就是真真正正的 那獻花就好 獻花就好 喂 驅哥他要說話 你能吹到他的帳嗎 誰敢按他先 誰敢按他先 這些人真的懂得做事 事前也有記者在場 當時記者在場 也想訪問驅哥 也想訪問驅哥 採訪完處姐之後 想驅哥回應兩個人 駁咪 駁咪 驅哥就說 不要了 謝謝 沒話說 全部拒絕了記者的訪問 完全尊重大會所有的 駁咪 駁咪 這些就是大哥 這些就是值得人尊敬的大哥 驅哥 厲害 這些就是莊瑅 馬上要這樣說 故事再發展下去 驅哥人就值了 然後這位陳景先生 就不請自來 情況是怎樣 柱姐他們到了酒店 所有主辦單位大袋 全部落塞樓 駁咪 駁咪 在這個時間 陳景先生就上來了 他也有幾間時間 即是前後大概是幾分鐘的電梯 即是前後電梯 即是前後電梯 即是我一看到他這樣來 第一件事 第一反應當然是 什麼事 即是大會沒有請你 我肯定清清楚沒有請他 他又說 我要叫驅哥 驅哥請我 聽清楚 他說驅哥請他 驅哥請他 我說 我們作為主辦單位 你慢著 他說到驅哥請他 就好像一個人 戴了一頂帽子 後面有誰 就咬你帽子 拿一把大關刀 直接衝進去 胡家虎衛 大佬 我們是斯文人 在場有些義工 大家認識我 我不打架 但是在場有些義工 一看到這樣的情況 沒有打架 他衝出去 我們就馬上控制著他 我說等我了 先讓我們了解這件事 我說請你去別處 因為柱姐正在上來 我說這些盤問的場景 查詢的場景 就不應該影響大會人 就移一移開 還有當時因為他的動作太大 就踢倒我們兩個工作人員 應該就是這樣 因為我也看到 你也是現場 看到一下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也有些 我知道澳門有些義工朋友 他們平時都是做開 他的職業都是做這些 做保安 他說清楚 那些混亂的場面 請那些知識人物 即那些 那些未有請假的人 其實是很有禮貌的 非常有禮貌 非常有禮貌 這樣就請他 不如請你到旁邊 等一等 我們搞清楚這件事 才請你進來 因為有VIP即將到 這個時間是這樣的 其實就好像發生了一些混亂 因為他突然發狂 你叫誰出來跟我說話 他很習慣 等於3號那晚 我們工作人員阻他上台 他叫誰 他叫劉大輩出來見我 他叫陳之望出來見我 甚至叫洪秀雪出來見我 我以為是誰 我以為自己買鷹狗 他真的以為自己買鷹狗 你睡醒了嗎 你坐監坐著懶惰了 即是有時候 你又是他的裝飾 他會不會做事 會不會做人 他會合 我只知道他會合 就算你說 你認識誰都好 我都要問問他 我想找沈之海 叫沈之海出來見我 我不是立場見人的 你知不知道 要問清楚 我們說回澳門的場景 他當時有些衝突 他想強勁搶進去 我不明白他為何強勁搶進去 在這個期間 正如你說的 有些澳門的保安 做了保安的朋友 說香港有些義工 就抱著他 抱著他 他有幾高大廈 他一腳就踢掉了我們兩個義工 都幾厲害 誰知道我們兩個義工 年紀大 馬步不穩就這樣 扎進去胸口 這些事我們真的 我在聲明上都這樣說 真的很遺憾 大家認識我的人 都知道我不打架 也很正常 很正常的發展 他掙扎的期間 跌了 眼鏡又說我們弄壞其吃 我們之後沒有弄壞 他不小心 不知如何弄壞眼鏡 掉到地上 不知道誰不小心踩到 事後我就知道他報警 應該的 我也贊成 等一下 他跟警察說 有七八個國民黨黨工打 這樣 就是這樣說 因為我警察來問誰 大家在裡面做事 唯一當時我只有空 不如我協助你 親人 檢查 有沒有什麼事發生 我就打架 有人聲稱被打 我就要有責任回去問問 我的義工朋友 有沒有打架 有沒有什麼事發生 有一個人說要進來會場 因為他沒有請假 就難阻了 就是這樣 有沒有跟人打架 沒有 強調沒有 事後警方就說 我們看皮革電視 又有什麼 對的 你們慢慢做 事後好像說 等散席之後 他要求認人 七八個人打去 聲稱一定認到了 因為我那天 不好意思 剛剛在全民那天有事 你不用說你了 我說我 我先說給大家聽 要不然做什麼 認不到我 我先處理這件事 那我就回到會場 繼續做我該做的事 去到完場之後 我們的兄弟 和澳門的兄弟 就有空了 做完正經事之後 就去處理這件事 據說 事後 居哥就出去和他聊天 他說不追究 在警察局也簽了撤結書 不追究 不追究之餘 要求他看醫生 主辦單位好像都 載了他看醫生 花了千多元 但是 那張收據 曾經聖者 立刻第一時間拿回那張收據 理論上 看完醫生 就載到碼頭回到香港 不是 去王朝夜總會 即是在新口號那邊 那都給你知 知道 當然知道 或者別人先去 happy一下 王朝夜總會 就是驅哥打的地方 去報銷 真的 去報銷 去招待一下他 押警 被人押 或者他押人 對 說謝 這些我們不知道 別人的私人活動 出雀鳥要的 不 出雀鳥要的 那些人都不擔心 我雖然買了機票 你要我陪你一起去澳門 就麻煩你出張來回旋飛 安排澳門一晚酒店 還有呢 很老實說 趁你安排我晚上 王朝夜總會 我就有點害怕 王朝夜總會 是 我不必理哪一間 即是你跟我搞定這條座 喂你沒事的 即是驅哥 跟你說聲 驅聲 驅哥都是我的朋友 大家拆開去 你又慢慢聊一下 跟驅哥解釋一下 為何又將人排了上台 我這條數 我很想看這座戲 什麼時候你出一句聲就行了 我立刻陪你 我們老老實實 這些小意思 小事十多歲 你又說七八個人都認不到 今天沒有人打你 有什麼理由七八個人打你也認不到 我們就 單方面的證據 我們都是 以事論事 現在你快點 不是做乾弟 你乾弟的話 你就不要搞 不是乾弟 你快點點 快點 立刻 我們都是說證據 看證據做事 當然 你說拍下它 看看我有沒有打你 你只是看證據做事 他的聲明 我們又告訴你 他的聲明完全是流的 騙錢 打腳骨 完全是流的 我們花了兩個星期 這麼多時間 去回應這些事情 廢文 我們都不再說了 除非他有進一步的行動 否則我們都不會再說這個人 要不要休息一下 還是說張證的事情 張證都一陣子說 我們先休息一下 半個小時 我們先喝一杯水 好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